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前黑色惠美媒强强林嘉玲日前与爸爸因卖房遇诈骗集团,嫌损失移动房,也因此让他的千金身份曝光。 原来强强的爸爸就是著名二手车商福利汽车的董事长林茂树,身价破译强强曾开直播怒枪诈骗集团,居然敢诈骗金主。 他的父亲林爸爸,他强调自己是靠霸一族,至今能够住好日子,都因有父亲金元,没想到有对一胖一瘦的丑男女,胆敢来烦我爸,想骗我爸两千万的小套房。 过往他也曾透露父亲白手起家,经营公司又有店面,他从小就住在高级住宅区,家里又有佣人打扫,家境相当富裕。 东森新闻云报道,强强的爸爸林茂树是二手车商福利汽车董事长,强强也是公司董事。 林茂树居校毕业后曾在夜市摆摊,后来进行中雇车买卖,如今他的福利汽车有21家营业店,公司脸书更宣布股票上市,林茂树也爱投资房地产,身家上亿。